各位金子小姐先生 行政院可不可以过去一年多来 战战兢兢的努力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理念 那就是改革 我们有一个难途 那就是提升效率 扫除机避 开创未来 新政府是一个改革政府 我底下将用比较具体的成果 来向社会跟全国人民 展现新政府这一年多来的成果 一就是提升效率贯彻改革 我们用8.1动动台湾启动的方案为例 到10月底为止 我们一亿元以上的公共建设计划 总共有275项执行率 我们高达91.77% 比起88年下半年 89年 当时的重大工程的行率是77.79% 有大幅的提升 我们再以金花会的结论的落实来论 因为今天是金花会开完 刚好满三个月 金花会必须要征修法律了 我们预计到这个10月底 要送到立法院审查法案 总共有51案 执行率100% 51案均如期送立法院审查 在行政命令方面 我们预计帮布跟报行政院长46项 我们的执行率是100% 在行政措施方面 预计87项 实际上完成85项 执行率是98% 我们认为这一年来新政府的执行率 比以往多做得更好 所以以前做不到的 我们做到的 第二 平衡区域的发展 为新经济铺路 长久以来重备青南 发展都会 扑式乡村 造成严正的区域落差 新政府上台以后 我们决心要达成区域均衡的发展 不仅元宵节进去旅家 一次到高雄举行 国议院设在宜蘭 台中高雄 金马甲在发展举行 我们在整个交通的建设上 台中的防线已经通车 那台中防线 把二高中三高西兵快速公路 连成一个整体的公路网 这个对于中部沿线 农产品观光产业的发展 均有很重大的影响 明天要通车的二高后续计划 抖六新化 也将促进云林嘉义 台南整个南部地区 经济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尽力做到均衡的发展 但这个均衡的发展 除了国家的庆典 除了交通的建设之外 我们很重要的国科科学 新的科技产业 也是要进行发展 我们在西竹科学园区 我们在11月17号 将军方渡行园区 已经收回土地变更 然后就拨给竹科 扩散建厂使用 南科日期的基地 明年的六月将引进厂商 入职的基地 是今年的七月就动工了 我们假如照这样子一起进行 要营业额一照 跟十万七千人的就业机会 可以办到 中部科学园区 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底 也已经完成选址的工作 一个就是台中县 跟台中市相邻的地区 另外第二个位线的园区 就是宁令县的湖北基地 规划成为中部经历机械园区 也就是说 我们四年后 高铁高雄戒律通车以后 游浪到北科学园区 全民分享经济 发展的成果 以前没做到 我们做到 我们金融改革和化经济方面 国民党在统治的时代 几十年来 我们银行 有很多的预换款项 尤其是精神的金融 财政部在今年的八月 我们就三十六家体制不良的农会 一会信用部 展开历史性的整顿的工作 这个预估我们的要填补 这个假如没有整顿 一旦发生 势必会带来一场很大的风暴 而且所有银行的存货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 国民党几十年来没有办法办到 我们办 我们除了这个之外 基层金融整顿之外 我们也推出设立租场管理公司 希望能够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 也推动金融机构的核定 希望提升它的竞争力 也推动金融控育公司 并且再继续推动金融改革的方案 现在送到立法院的 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 跟金融资产证券法的条例 这些一年串的金融改革 一年时间之内 陆续推出完成 以前做不到的 我们做到的 除了这个金融改革之外 新政府就导致黑金 有什么特色 最大的只问证据 就办到底 这个方面 而在四摊方面也起诉 一千八百多了两点一倍 一碗茶 最了解 它的管区水在哪条 以往 检查 不参加茶会工作 它只是防止选举暴力 因此社会上有人怀疑 我们所推动的 也不是以往 所可能以 金融元旦 实施小三分 三 运工作 五 前缓大陆偷渡课 共两千四百人 六 十月底通过分阶段 扩大境外航运中心 的功能跟范围 七 借助用人 调整为 积极开放 有效管理 八 十月二三号宣布 明年圆圆一号期 示范开放大陆 在海外人民来台观光 我们在国家的安全 可以确保 我们操之在我的部分 循序渐进 稳健 一年一年推向 这重大的交流措施 时间